欢迎来到美厅 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这三种手段才算是真的聪明 泰戈尔曾说 人生就是一场面对困难无尽无休的斗争 一场以寡敌众的战斗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产生交往与纷争 就会变成是非之地 越是人多的地方 就会有越多的勾心斗角 所谓人心险恶莫过于此 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和摩擦 是难以避免之事 即便自己想要独善其身 也会被恶意重伤 遭遇到无端的伤害 自己必然会想以牙还牙 产生以暴至暴的报复心理 正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 得饶人处且饶人 其实 报复一个人最好的方式 是这三种手段都利用好 才算是真的聪明 一 无视对方随心处置 几年前 著名的演员周杰 曾经受邀参加了主持人 易立静的采访节目 易立静一向以毒蛇著称 经常会向嘉宾提一些犀利 且有争议的话题 让许多人都难以招架 周杰过去也卷入过多起圈内的风波 在网上一直有人对他口诛笔伐 易立静便有意向他提问 你上了热搜之后 生活有被打扰到吗 周杰脸上开始浮现出一丝笑容 他再次反问易立静 谁会打扰我呢 易立静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不看评论 周杰一秒都没犹豫 又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看评论 很多的恶意攻击 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注意 只要自己在意了 对方的目的就已经达成了 而当他找不到这种存在感时 反而会因此感到气愤 继而因为无趣而远离 对这类人最好的报复 不是纠缠不休 非要争个高下对错 而是选择无视 随心处之 正如金庸先生所言 他强由他强 清风拂山岗 他横任他横 明月照大江 他自狠来他自悟 我自一口真气足 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也好 深讨也罢 不过只是片面之词 无需放在心上 常言道 世间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无论活成什么模样 那都是自己的人生 与他人毫无关系 我们只要守住自己的心 知道自己所想与所求 那么管他外面风云变幻 我自窥然不动 二 不再理会 不再与他往来 论语中有云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至不同 不相为友 两个三观和志向 相差太多的人 是没有办法 共事与交流的 倒不如早日分道扬镳 即便强行捏合在一起 也只会让双方都遍体鳞伤 或是一方遭到另一方的打压 而受到侵害的一方 首先要学会自我保护 及时从这种伤害中脱离出来 最好可以屏蔽与对方的所有联系 永远不再理会对方 也不要再有任何往来 很多时候 与伤害自己的人正面冲突 也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吃亏的也只会是自己 倒不如早点远离对方 必要时也要学会 拿起法律武器 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就像电视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安家和 心里极其扭曲 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 他一发起风来 就会将妻子梅香南 打得鼻青脸肿 可以说毫无人性可言 而在重伤妻子以后 他的态度又会截然相反 又是下跪又是忏悔 开始祈求对方的原谅 而梅香南的心软与谅解 也变成了以后更多无休止的暴力 正如刘姬所言 江海不予砍井争其轻 雷霆不予蛙瘾斗其声 有些人的人品与为人 不值得自己在为其浪费时间 犹犹豫豫 只会让自己遭受更多打击 与其将自己置身于险境 还不如早日从苦海中脱离 让自己轻松自如的生活 三 生活更精彩 比他过得好 焦文斌曾说 墙最怕什么 最怕人的努力 人的努力是一把尖锐的力气 什么都可以穿过 面对别人的伤害 最高端的报复手段 就是努力提升自我 让自己过得更好 许多人之所以会伤害别人 无非是势强凌弱 倚仗着自己的优势 炫耀着自己的高贵 他们会对别人绩效挖苦 甚至肆无忌惮地打击对方 也无非是在彰显自己的优越感 而当你与对方不再是一个层次之时 你会发现在自己的人生之中 对方完全不值一提 在电视剧《少年派》中 林妙妙被吕家为欺骗了感情 愤怒之下与其分手 两人是同一家公司的员工 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 气急败坏的吕家为 便想将林妙妙赶走 他撬走了林妙妙原本负责的项目 让林妙妙差点就被辞退离职 林妙妙在老板面前立下军令状 要与吕家为PK视频数据 并要求输的一方离开公司 吕家为觉得自己是公司骨干 能力也远超对方 便对其冷嘲热讽 没想到在林妙妙的努力下 吕家为输得一败涂地 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公司 正如苏格拉底所言 世界上最快乐的是 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当你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时 对方只会对你羡慕 嫉妒 恨 感叹他们与你的差距 用自己的幸福去报复 他们那些不幸的人生 就是一种最好的报复 安妮宝贝曾说 只有真正强大的心 才经受得起背叛和杀戮 慢慢人生路 不会是一帆风顺 总会面对一些 无端的伤害与困扰 人生短短几十年 永远不要跟烂人烂事纠缠 比起报复别人 让自己过得幸福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有些人与世 注定是让自己成长的垫脚石 真正能帮助自己复仇的人 也只有自己 唯有自己变得强大 才能让未来的每一步 都走得更加踏实稳定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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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呜